主乃真是你 各位大德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我们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 就以日常生活来讲 每一个人希望能够身心健康 衣食无缺 然后能够受到好的教育 然后有这个固定的收入 那么一方面生活安定 一方面又能够让子女啊 能够受好的教育呢 那么衣食无缺 又能够受好的教育 这个在一般人已经是很满足了 可是依佛话来说呢 毕竟还是有所欠缺 因为生命不是只有出现这一辈子 无限的生命 无限的过去 千生万世 万世千生 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生死 有的时候造了一点善业到天上 有的时候堕落成畜生 变成四肢脚 那么有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地狱了 恶鬼了 畜生了 都经历过了 佛法认为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生命不是只有这一生 父母亲帮我们生下来 然后老了 病了 离开了 就结束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我们眼前来看 每一个人长相不同 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遭遇不同 有些人是婚姻的问题 有些是子女的问题 有些是这个家庭财产的问题 那么严重一点呢 就是身心健康的问题 这许许多多的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 我们怎么样去避免 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 不但不会发生 我们还有多余的时间 财力去帮助别人 解决困境 所以佛陀才告诉我们 必须修这个十个学分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然后最后再修个什么呢 慈悲喜舌 修这个十个学分呢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升华 越来越进化 那么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 然后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亲朋好友 走向光明的决案 就必须修这个十个学分 首先我们要打的基础呢 就是布施慈戒 那么前辈子如果我们有多多修布施的话呢 这辈子风衣足死是没问题的 但是比布施更重要的就是慈戒 慈戒才能够得到人身 得到人身 前辈子受持五戒 那么这一个这辈子就五官端正 身心端严 这个是讲到世界了 那这样还不够 做什么事情有头有尾 不会半土而废 那么这个就必须 因为人生这条路都是许许多多的挫折 所以要修忍辱 才能够福德庄严 身相庄严 所以一个没有耐性的人很难成功 世界上我看成功的人都不是很聪明 不是很聪明 而是有耐性坚持到底的人容易成功 所以这个是忍辱 当然作为一个人 冷冷散散 什么世俗的出家也好 一定是不能成功 所以要精进 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谈到这个定慧 禅定跟智慧 那么谈到禅定各位就想 盘起腿来眼睛闭起来 现在叫做禅定 现在叫做禅定 事实上 上厕所 上厕所 就开始在修了 那么上佛堂 吃饭 穿衣 洗衣服 煮饭 也都是真正会修到的人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开始修这个禅定 所以一般人误解 认为修禅定就是要打禅七 入佛堂 不讲话 然后希望在这个七天当中 能达到什么境界 当然能够这个精进的心是很好 假如你设定说我在这个佛期 或者是禅期当中 我能够得到一个定境 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如果没有达到呢 诚恨心就来了 你先设定一个目标 我要得到圣生的禅定 一打坐就入定 那么你对这个定呢 已经先产生了贪爱染灼的心 那么有这个贪爱染灼的心的话呢 你就越不能入定 因为你已经设定一个目标 我要入定 这是一个贪爱染灼的心 在定的当中 是没有贪爱染灼 也没有称恨讨厌 你如果有事贪婪的话呢 这个定境不能开展智慧 不能开展智慧 所以真正能够用功的人 他是时时刻刻去觉察 他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世界 而不是把注意这个环境 安定呢 安静呢 吵杂呢 复杂呢 然后坐定下来以后呢 许许多多的景象 许许多多的这种境界呢 一幕一幕的升上来 那么你的心就越急 我不打坐没妄想 一打坐就妄想纷飞 所以对自己的失望了 甚至有些人呢 觉得说我进修几年了 可是一打坐以后呢 不但是妄念纷飞 而且是恶念啊 涌现 退行啊 不断的恶念升起 所以我们要讲求方法 好方法 那么我们只管打坐 在打坐当中 我们的身心的运作 我们要清清楚楚 我们向内观察自己的 第一个是感受 感受 腿会痠 腿会麻 腰痠背痛 这里不舒服 那里发芽 你只是了解它 我的生理 产生种种的感受 好的坏的 我只是了解 就够了 但是我不处理 我不去处理它 好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对自己的内心 对自己的内心 它了解这个对象 就是了解这个境界 那么 了解这个境界的时候呢 境界的好坏 不影响我们 不会因为好的境界 我起贪爱染招 不好的境界 那么我又生气难过 为什么我修这么多年 还是这么多的恶念 你这样子就方法错了 你只是知道说 我的念头生起来了 我的念头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注意到这个境界了 这样就好了 哦 这个念头 已经抓到一个境界了 你不要把这个境界 说希望全部都是好的境界 这个坏的境界不要出现 这个就是错了 所有的境界 让它自然的产生 你只要很仔细地去观察这个境界的来龙去慢 这个境界来了 我知道 因为这一切都是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我想举个例子 各位容易理解 假如说大家都在睡觉 你站在这个门口 要保护大家 让里面的人睡觉 安安心心的 你牺牲自己啊 那站在这个门口 那么门口呢 人来来往往 来一个知道 来两个知道 一双 是男的 是女的 不管 你就眼睛瞪着看 你能不能说 叫人家不要走到我们的门前经过 可以吗 不行 你只要站在这个大门口 眼睛瞪着大大的 任他来 任他去 我只是保持这个警觉 你也知道 来了知道 去了知道 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物 你也知道 高低眉丑 胖瘦 你都要清清楚楚 你不可能说 你家的门口 不要有人来 这是不对的 任他来 任他去 我只是保持 警觉的心 了解有这么一个状况 来了 就让他来 去了 就让他去了 他自然的发生 自然的变化 自然的消灭 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 那么这样子 你的成定的功夫 智慧的功德呢 慢慢的就能够增长 就能够增长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求好的美好的境界出现 哦 见到佛放光 佛送莲花来咯 佛拿什么东西 这个香味很香 哦 点了这个香 很香 橙香咯 你希望那些美好的境界 这个你还是跟定会呢 没有缘 没有缘 为什么呢 那个是贪爱心 就会现出这些境界 所以我们讲这个修行修行啊 所谓定 定就是心境合一 心跟境合一 就叫做定 有一个境界出现啊 你就盯住这个境界 不再改变 这就是定境 但是定 不是佛法追求最高的 这个是智慧 一个境界出现 你锁住这个境界 那就是定 就是定 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猫肚子饿了 它就去找老鼠 这个老鼠呢 它就转在洞里边 不肯出来 这个猫呢 就守在这个洞口呢 不肯走 一直看着那个洞 那个猫就叫做入定 知道吗 能不能开智慧呢 不能 那是不能开智慧的 我当兵的时候 我当兵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二十一二岁的 生了三个女儿 很漂亮 那么 他的太太呢 寄这个相片来了 他拿着相片 看看 入定了 为什么呢 那个教官啊 喊他的名字 我们在军中也有上课了 那个教官就问他说 欸 某某人 站起来 他入定了 他一直看他的女儿 这么漂亮的 他就看 看到出神了 算不算入定啊 教官去叫他 不知道 他还在看 还在看 叫到几声 还在看 如如不动 后来旁边的人去拉他了 他醒过来了 他说什么 教官在找你啊 教官说 我刚才讲这么多的道理 你有没有听到 没有啊 他在看照片 看到入神了 那个也叫做入定 知道了吗 所以 动物也会入定 但是会不会开悟呢 不会哦 知道吗 那我们人做定 打坐入定啊 你就定在一个境界上啊 如如不动啊 不一定会开智慧的哦 不一定哦 所以 叫做 止观双运 有定无会 有止无观 没有去观察 那么 那么懂得 打坐的人 知道一个境界出现了 那么这个境界呢 你也不许执着 你知道有这个境界出现 它自然的会呈现的 很自然的呈现 它的呈现也是有来由的 因为你有什么嗜好 你有什么习性 很自然的 因为你的嗜好 你的习性 它就现出这个境界出来了 让你贪恋执着 我 这就没有观慧了 没有这个观察的这个 对自己的这个 心啊 很仔细的去观察 你的知觉的心不够的时候呢 你就被这个定境所迷了 说佛门中有一个公安 有一个出家修道的人 觉得在寺庙里面很麻烦啊 打板上早课 打板吃饭 打板出坡 我显麻烦 干脆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呢 去打坐入定 结果呢 到了山上一打坐入定 经过一段时间啊 肚子很饿 因为他是北方人啊 肚子饿的时候呢 北方人喜欢吃这个面条 面条呢 还要拌一些芝麻酱 突然间他的习性 在他的内心深处呢 肚子饿的时候 如果有麻酱面 再放一点那个朝天椒 又辣又香 再放一点麻油 哇 哇 这个真的是够味啊 这个习性来了 摩趁虚而入 真的就送麻酱面来 他在这个定中呢 哇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 里面的方丈和尚有神通呢 哎呀 完了 这个出家人啊 还在吃麻酱面 我们赶快去救他 大家就往山上跑了 他还在那边说 哦好吃啊好吃啊 原来这个摩 看到这个出家人 动了一个妄念 要吃麻酱面 所以就挖一些泥巴 泥巴里面有那个蚯蚓 知道吗 朵棍啊 哦 那个摩呢 就把这个泥巴 跟那个蚯蚓呢 就塞在他的嘴巴了 因为他细腻 肚子饿饿的 不得了啊 北方人喜欢吃面嘛 哇 他吃起来真够味啊 还在说好吃好吃 这个老和尚啊 就用这个饮器啊 当当当 他醒过来了 哇 这么多师傅来看他呢 所以 老和尚就说 麻酱面好不好吃啊 他就一看 满嘴巴的这个泥巴呢 还有那个蚯蚓啊 原来是在定中的时候呢 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动错念头了 就产生这个现象 所以 所有的境界 跟你 平时养成的习性 它会相应的 一幕一幕的呈现出来 如果你没有智慧呢 你就被这个定境了 这个 染灼了 贪恋了 那就叫做着魔 所以 《青鸿经》才会有这句话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既见如来 那么这些相是 为心所限的 为你的心念 你的习性 在定的当中 它就会出现 那如果是你念佛的人呢 佛力加持 你就一心念佛 一句一句的慢慢的念 那么这个就比较安全 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观音菩萨也可以 地藏菩萨也可以 你看跟哪尊佛 哪尊菩萨有缘 你持佛的名号 就能够避开这些魔障 最重要的 不要去贪爱 有这个什么定境 所以 我们学佛法 布施 持戒 忍辱 经戒 这些这个精境呢 打好这个基础以后呢 你才能够修这个定 那么要有这个定呢 一定要持戒要正 你持戒不正的话呢 你这个定境现前呢 就会让你呢 着梦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 在我们打坐的一个过程当中 许许多的境界出现了 我们就像看电视 一幕一幕的 你不要去设想 这个结局是如何 是悲剧呢 是喜剧呢 我记得以前看电影呢 有一个人就问我说 结局是如何呢 男主角有没有跟你主角结婚呢 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看啊 啊 所以 你先预设一个结局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你就看这个境界 一幕一幕的来 一幕一幕的消失 一幕一幕的变化 深 深 助 抑 抑 抑 你只管看他的来 看他去 就没事了 然后 你所产生的感受 你也要清清楚楚 喜怒哀乐 有种种的你内心里面所产生的感受 你也要清清楚楚 这样这些感受来的时候呢 让它生 让它灭 所以静坐讲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坐起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感觉腿会麻 腰酸肺痛 没有那个耐性 一般的人就这样子就放弃了 只要耐心地坐下去 哦 痛来了 不够痛 越痛越好 痛是你的事情跟我无关 那么这个也是办法 那你如果说勉强忍着这个痛呢 那就不好了 你用那些勉强地去安补这个痛 哎呀 痛让你痛吧 你这样子因为产生嗔恨心 会嗔恨心 你是觉得说我在感受痛 我在感受痛 这个痛什么时候会消失呢 你在这个等待当中 你在这个等待当中 我 你起了一个疑情 一个疑问 Kristian Mark 什么 什么是我 我是谁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我感觉很痛 那个我在哪里呢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讲禅宗呢 透过这个反问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有些人为了说我要打坐 做得很久很久 你有这个念头 那麻烦又来了 我想打坐很久 入定几个小时 请问是不是贪 是贪哦 知道吗 哇 我要打坐入定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那么这个也是贪 那如果是说实在是 稍微改变一点知识 可以减除这个痛 那你就稍微改变一下 继续地打坐 也可以 不要为了说达到坐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这么忍耐地去受痛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在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 是因为我们经常用贪爱 染灼 称恨 排斥 所以很难入定 很难入定 因为真正的这个镇定 是没有贪爱染灼 也没有称恨排斥 那么因为你远离这些 你的智慧才能够开展出来 那么智慧开展出来的时候呢 会让你身心舒畅 那一般民间的这种小说就是说 打通任督二脉 佛法是不讲打通任督二脉的 只是因为你了解 所传进来的资讯 这些境界一目一目的来 一目一目的走 所有的你都清清楚楚的 他来了他走了 他来了他走了 只是很自然的随着因缘而生 随着因缘而灭 这一目一目的 那么你都能够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你就得到法喜 你就得到法喜 所以修行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而不是只有在佛堂里面打坐入定 就在行住坐卧 举手投足 衣食住行 时时刻刻 保持一颗清醒的心 觉知的心 时时刻刻 你都能够清清楚楚 我的身体在移动 我的心了解我现在的感受 我的心了解内心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境界 我只是看着这些境界 一目一目的来 一目一目的变化 一目一目的消失 没事 做一个无视道人 知道吗 我们人一般人 生活在心向外攀缘 出门看天色 入门看什么 看颜色 看别人的颜色 我到你家去 你对我好不好 你拿什么招待我 烦恼来了 上次这么好的给我吃 这次呢 准备的这么简单 烦恼来了 随着静而转 随心水静转 既同凡夫 那么心能转进了既同如来 在那个修道人随时随地 一切都能够随遇而安 吃任何东西 都是吃得很甜很香 因为我已经要求各位了 你摇一百下 摇一百二十下 什么东西都是很甜很香 这几天 你有没有感受这一点啊 有没有啊 只要多摇几下 一面聊一面念佛 欢欢喜喜的 做菜做饭的人很辛苦 用感恩的心 所以心呢 转进 那就是学佛了 那心被静转呢 还没有学佛 别人一句话 别人一个眼神 你就不想呆下来了 你就想走了 坐不下来了 腿酸腿麻 也不想听啊 这是众生想 众生想 所以定慧 是我们修道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你有这个布施 持戒忍入精进 你要有这些基础 打好 你才能够谈到说 打坐入定 开智慧 所以学佛不是一下子 我要打坐入定 过去 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山上 什么都不问 师父啊 你告诉我 怎么打坐入定 然后神通 能够帮人家算命 我说 要从布施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这些基础才能修这个禅定智慧 那佛门的智慧不是学来算命 不是 佛法学来的智慧是要断除我们的无名 贪爱染灼 断这些烦恼 让你的生命呢 进化生化 那么这样才能转盘成圣 后来待了几天 他看到这个师父 不帮他们算命 也不叫他修禅定 一个一个一个的走了 所以 这个不契机 不契机 学佛法一定有它的次第 有它的次第 那么 这个地方就讲 譬如大力王 帅徒贤黛雅 定会一如是 菩萨所依赖 一如转伦瓦 能与一切乐 是等一如是 与诸菩萨乐 所以我讲 我们越修道越欢喜 生命充满着光明喜悦 那就是六波罗蜜 进一步再修慈悲喜舍 这个时候 无有一物而可贪欺 无有一法 而 怎样子呢 厌礼 而可厌礼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擂擂不动了 一切的得失 是浓如 所有一切一切 不影响你呢 你都擂擂不动了 你生命充满着光明喜悦 自在安详 所以修道的人到最后的时候 即使是死亡现前呢 但他也是面带微笑 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 这是修道到最高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有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 当然慈悲喜舍还是要从六波罗蜜 来修起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下面一段的经文 下面一段经文 是在这个第五页 二诗 我们一起念好了 二诗 文殊师利菩萨 问福贤 菩萨言 佛子诸佛世尊 唯以一道而得出礼 愿和经见一切佛土 所有众事种种不同 所谓世界众生界 说法调伏 受亮光明 神通众慧 教语法著各有差别 无有不具一切佛法 而成阿诺多罗三秒三福体 那么这个是文殊菩萨 又替我们来请教 弦守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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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佛子啊 诸佛世界 诸佛的世尊 唯以一道而得出礼 诸佛经见一切佛土 所有的众事种种不同 世界 终生界 说法调伏 受亮光明 等等不同 先讲一个故事好了 这是经典里面的 有一次摄利佛啊 就问问那个 这个 一个菩萨的 说哎呀 我们常常听说 举了世界如何如何 那东方近流离世界 什么庄严的 万德庄严 那释迦摩尼佛 他在这个沙博世界 到处我们看到的 那个什么荆棘垃圾啦 一大堆 因为当时印度人 有没有厕所 没有 那个泥沙挖一个洞 就掉进去 盐盖起来 到处就是厕所 他说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 他的这个世界 是这么乱糟糟的 做坏事的人一大堆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 是娑婆世界 这么多的这个刺 会刺人哦 这么多的这些 淋淋乱乱的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的功德不圆满啊 有人就这么怀疑了 这个时候 有一尊菩萨 他说你们不要乱讲话啦 同样这个世界 你们这个烦恼的心 握错的心 你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乱糟糟一团的 拖 你们不相信 我们 请佛陀用他的这个手啊 去碰这个地 有这个地神来说明给你们听好了 结果释迦摩尼佛他的手指 就这么一打坐 手就碰这个地了 然后这个地神就现身了 哦 释迦摩尼佛啊 你原来你是生活在这么样子 清净庄严的世界 因为佛与他的佛心佛言 他的福报 同样这个世界 可是每一个人的所见的不同 人家就问这个地神 你看到什么呢 他说我看到的是七宝流离 整个世界是这么样的光明喜悦 光丧加彩 叫做光彩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哦 明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又乱 因为当时印度人是不太讲卫生了 到处都是上大号小号 随便挖一个洞就把它盖起来 这样子 所以同样一个世界 因为你的修为 你的智慧 你破除了我直我见 同样这个世界有些人 他感受到那种喜悦了 几个例子很简单的 喜欢唱歌跳舞的人 来到寺庙里面 我就遇到好多信徒啊 师父啊 你们这里怎么没有电视 我说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身心清静啊 你要看电视 你必须回家 所以小孩子呢 就不愿意住寺庙 他说寺庙里面很无聊 没有电视 也没有网路 受不了 那么大人呢 就想难得来到深山里面 住一个晚上 宁静一下子 因为深山里面 没有这个车子的声音干扰 不像都市里边 有工厂 有这个车子 吵杂得很 就想到山上来清静 宁静一个晚上 心静不同 我们小孩子待不住 没有电视 没有这个电动玩具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同样的世界 两种心情 两种心情 各位来到庙香林 感受如何啊 很无聊 又不能看电视 这个 又怕犯戒 有些人问啊 我们用香皂沐浴乳洗澡擦脸啊 这个是不是犯戒 没关系啦 知道吗 那你不是为了贪那个香味 你只是为了洗洗这个油垢 用一点这个香皂 用一点 难道你要用那个肥皂粉来洗脸吗 这个也是太过分了 你不是在贪这个香味吗 是不是 你已经习惯了 只要是说 你不要去拿这个牙膏涂脸 一般人不晓用什么膏 我也不知道 涂脸的 只要不要把他拿牙膏涂脸就可以了啦 所以 这个 我们每天啊 我们传入法师 他说要满众生的心愿啊 让大家过这个七天的这种修道的生活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好吧 每天所有法官再见 那你心安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觉得这个地方 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你心不安 就想回家 哎呀 在家里多舒服 在这个地方 要盘腿 腿又痛 又酸又痛 又不好意思站起来 很难过 但是让你们有这个机缘呢 来过过这个修道的生活 那么有些是行者准备出家的 也让他来这边试试看 能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 那就回家去吧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啦 一个世界多重的心情 每一个人你的修为 在什么程度 你所看到的世界 好与不好 这完全是取决于你的这种心态 所以我常常说 态度决定生命的高度 格局注定生命的结局 你来到这个地方 这一个星期之内 七天 无论 蚊子很多 或者是 这个师父 啰啰嗦嗦 东管西管的 你就不想待下来了 你觉得这些师父们都是佛菩萨 哈佛大学派来的教授 说你站不好看 做不好看 哎 这就是指点你一下 他就怕你以后万腰投背 是爱心 慈悲心 那你就觉得不错 这里的师父很关心我们 所以一个念头就决定你那个什么世界了 三界唯心万法唯师 我们讲到唯心 一般的意义为是说 我们有个真心 不变的真心 三界唯心的这个唯心是说 我们的心理大于这个物理的世界 一切 一切是我们的心理的想象 来投射在现实的人生当中 所以我们把心能调整在最平稳的境界 不是贪爱染灼 也不是称恨排斥 你只是这一个寥寥分明的 当下我要再走路了 我的右脚踩下去 我的左脚跟上去 我吃饭了 我的手碰到筷子了 这个饭我送进嘴巴了 我再咀嚼了 我在咀嚼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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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百下呢 几乎都变成水了 什么味道呢 你这些也要查觉 吞进去了 吞到活龙知道 吞到胸部知道 吞到胃也知道 你这个动作里面呢 你都能够清清楚楚 那就叫做修道 你迷迷糊吃 一面吃就想呀 还是回家吃大雨大热比较舒服 这里吃的青菜多苦汤 吃的饱平安 不想吃了 所以心静的决定你安不安 心安处处好 心不安处处都不安 是这样子的 所以给各位一个机会 来这边七天磨练磨练 你不要以为说这里的师父 整人为快乐之本 哎呀管东管西的 事实上不是 是记忌悲心 慈悲心 所以我们好好的 我们已经过了三天了 希望各位要好好调整 自己的心境 让自己的定会 能够有一点点的消息 才不会冤枉你这么远来到这里 来进修 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 我们又共聚在这里一起共修 承蒙常住的师父来扶持很多的义工来扶持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好好的把剩下时间好好的用功 现在我们来回向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菩提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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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